近來有很多朋友問我 如果我真的不舒服 我來了英國之後 我病了要看醫生 我知道有一件事叫做NHS 但是是甚麼 有很多朋友問我 所以今天我想跟大家講解一下 到底NHS是甚麼 NHS National Health Service 即是英國的公營醫療保健服務系統 主要是靠稅收營運 所以大部分都不用付錢 我收集了有幾條有關NHS常見的問題 現在就逐條跟大家講一下 大家知道當你申請BNO Visa的時候 其實你也要申請IHS 其實是讓你來到英國時 可以用到NHS的服務 其實NI National Insurance 和NHS是兩樣東西分開的 不同的 NI其實是Towards你的Benefit 以及你的退休金 完全跟NHS看醫生完全不同的 補充一下收費 申請5年的IHS 18歲以上的大人 費用是3120磅 小朋友的話 就是2350磅 如果只是申請兩年半的話 大人和小朋友的費用都是減半的 你要記住一樣東西 就是NHS的價錢是會有機會變的 那你兩年半之後 它會不會加價呢 是會有機會的 所以這個你自己要衡量 如果Touchwood Just in case 你的application真的不批評的話 這個是可以refundable的 有兩個做法 一就是上網去你的GP的網站 做登記 online appointment 第二個做法 就是你可以直接打電話 去你的GP那裡 通常現在的做法 就是當你跟了receptionist 說了你有甚麼不舒服之後 他就會幫你預約一個appointment 是一個電話的appointment 通常就會由一個護士 他就會打電話給你 去了解你的病情 你如果不是真的太嚴重的話 他可能通常會跟你說 你可以去Farmus買甚麼甚麼的成藥 但如果你吃了幾天 或者一個星期兩個星期 都還是不好的話 你可以再打一個電話過來 到時護士就會去見你 他通常會去幫你做一個檢查 如果他覺得你真的嚴重的話 他就會幫你去約一個GP 他就會約一個醫生去跟你見面 而他真真正正去診斷到底你的病情是怎樣 其實通常都會對女人家 小朋友或是小朋友或是孕婦 所以通常會先見他 我奶奶因為他上了一年多 屬於老人家 當他一打電話過去的時候 其實他下午就可以直接去見GP 首先我們就要上Han HHS這個網站 Han HHS Service 我們就可以選擇Find Service Near You 然後按進去寫Find GP之後 你就進入自己的帳號 通常我們會選擇的就是最近自己家的那間GP 一看到這裏就按進去這間GP Surgery 這裏大家就可以看到他會有GP的地址 如果你想知道怎樣去 他會有一個方向可以告訴你 另外有GP的電話號碼 還有Online的Service 你選擇了這間GP之後 其實你就可以按進去看他的Ratings和Reviews 其實基本上都很多GP是Out of 5 Stars 普遍我們會根據最近自己家的GP去登記 但其實你不需要一定去登記最近自己家的GP 你可以因應自己的方便 例如你是近工作地方的GP 又或者是近你小朋友學校的那間GP 你也可以登記 但現在因為COVID的關係 所以大家都是要Online登記 所以大家就要按進這個Find GP Surgery Website 按進去之後大家可以看到 旁邊這裏New Patient Registration 再按進去吧 它就會有份份份的 這裡就麻煩大家要把你的資料全部填好 直接送回去你的GP那裏 去登記你的GP 通常你在GP那裏看完醫生 如果醫生需要配藥給你 他就會寫一張Prescription 即是一張藥單 他就會根據那張藥單 送去你想要的那間醫院 你拿著那張藥單去到醫生就可以配藥拿藥 如果平時我有甚麼頭暈身氣的話 其實很簡單的 我未必一定要去看GP 但我會在超市或醫生買一些成藥 通常這款是指頭痛 或有時肌肉痠痛 其實都可以的 但如果發燒或痛楚 比較嚴重 我會用一些IP Proven 會比較止痛 和止發燒 就會比較好些 如果有甚麼傷風感冒 我會吃這些Cold and Flu的藥 這些都是普通可以買的成藥 品牌我覺得沒甚麼特別 放在家庫門口 我覺得是必須的 因為有時有頭暈身氣 或有些不舒服的時候 都可以即時吃藥 不需要特別去看GP NHS其實是免費的 手術和你在醫院住院的時候 要吃的藥 所有東西都是免費的 但當然 當你出院的時候 如果你依然要繼續吃藥的話 醫生寫給你的Prescription 你去醫院拿藥的時候 這個要收費 通常是9磅 唯一住醫院的 就是當我生女兒的時候 要入院住醫院 整個過程 我生女兒 在醫院到留院留了兩天 都不需要我付任何費用 NHS會包含有牙科和眼科 先說眼科 如果是小朋友 他會有一個QPON 給你 QPON 會讓你驗眼和配眼鏡 便會便宜一點 因為有抗議 如果是牙科 其實是少數來說 NHS裏 就算牙科都要付錢 除非你是18歲以下 又或是65歲以上 又或是你是大土地 你才不需要付牙科普通的錢 如果真的有特殊情況 立即去GP登記 然後GP會幫你轉介 去專科 直接幫你跟進 以我一個朋友為例 她的媽媽來到英國後 發現眼睛看東西很蒙 有些東西飛來飛去 當她發現了這件事後 其實她便馬上去登記GP 去登記 報了案 有這件事發生 接著 GP很快便幫她轉介 去倫敦的一個專科 立即幫她跟進 如果真的很突然之間 有一個很Emergency Medical Problem 而GP那邊也過了辦公時間 那怎麼辦呢 你們可以打電話 111111 1111 答案是有的 因為其實英國這邊 都一樣會有一些 叫做Private Health Care Service 但這個當然就是 你要自己付錢 你可能會先在一些保險公司 買了一些叫做Private Health Care Insurance 那這個呢 他們就可以讓你去用到一些私家醫院 這個排隊會快一點 你可以進到醫院 然後可以快一點做到手術 但當然 價錢當然會貴 但你要記住 因為其實這個Private Health Care 它是沒有Emergency Service 它只是全部都是Buy Appointment 即是說如果你突然之間 如果有些什麼事 需要立即進入醫院 他們就做不到 你就要回到Hannah Chess 今天先說到這裏 如果大家再有什麼特別的問題 可以隨時在留言跟我聊 大家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要Like、Subscribe And Ring the Bell Please Thank you Bye 1 2 3 Everybody All the best Bye Bye